大家好,上一课我们一起了解了我们的这个简单工程设计模式 这一课我们一起来了解我们这个单立模式 也成做我们的这个单件模式 下面我们开始 单立模式作为对象的创建方模式 它确保某一个类只有一个实例 而且自行实力化并且向整个系统全局的提供这个实例 它不会再创建这个实例的副本 而是向单立类内部存储的这个实例返回一个引用 简单的说这个单立模式的作用 就是保证我们在整个应用程序的生命周期中 任何一个实格单立类的这个实例都只有一个 当然如果你不调用的话那就不存在了对吧 然后我们的PHP语言是一个简实性的这个副本语言 这种运行机制使得每个PHP页面被执行完毕之后呢 所有相关的资源都会被收回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在PHP中语言级别上 没办法让某个对象常驻内存 所以所有的变量无论是全局变量 还是类的这个进大变量都是页面级的 每次页面被执行时都会重新建立新的对象 都会在页面执行完毕之后被清空 对吧 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单立模式还有什么作用呢 但是单立模式我们在某些场景下面还是有用的 例如应用程序与数据库的交互对吧 我们的一个一次页面中一次页面请求吧 那你不可能说只有一次的这个数据库 访问操作了对吧 你可能会有多次操作 你要操作A表B表对吧 有可能还有操作C表 因为你这个页面逻辑比较负担 展示的内容比较多 那你一次请求操作的东西就比较多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应用程序中 就会有大量的这个数据库操作 那 那如果我们这个数据库居柄来连接数据库操作这一行为 我们使用单立模式的话 我们就可以避免大量的这个new操作了 对吧 因此 因为每一个new操作 它都会消耗内存的资源和系统的资源 这是一个场景 然后第二个场景 假如我们的这个配置信息 如果我们的系统中需要一个类来全局控制某些配置信息 那么使用我们这个单立模式应该是很方便的 好 我们来看它的一个实现 它的实现有这么几个要点 第一个 我们需要一个保存类的这个唯实力的这个静态成员变量 也就是我们经常在单立类里面 我们见到这个private的static 然后instance 这个变量我们不能少 第二个 我们的这个构造函数跟克隆函数必须生命为私有化的 我们 防止外面调用的时候通过这个new操作来创建我们实力 或者是通过我们这个clone方法 对吧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失去了单立模式的意义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构造函数实有化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clone方法 也实有化 好 在我们这个 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一个 我们的这个instance对吧 这里就是我们这个instance的一个秘密的啊 还不在这里 这里不在这里不在这里 写错了写错了 在我们的那个进来方法里面 还有那我们构造函数也是有化 各种方法也是有化 我们不能通过new来操作来创建这个对象 对吧 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提供一个访问这个实力的公共的进来方法 并且返回我们这个唯一实力的一个引用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名字的话 就看我们自己怎么取啊 大多数的情况下 他都会取得getinstance这么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 他对外提供的 可以 访问的这个实力的这个进来方法 他会返回我们这个实力的引用 那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就会有个判断 就是例如我们的这个 进来此原属性 我们的这个instance 对吧 然后他如果 如果不是我们的这个 类本身的这个实力的话 我们就要new一个 那这个时候 我们一般是这么操作 对吧 我们就new一个 然后呢我们就返回我们这个进来实力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第一次调用的时候 他不是我们这个类的这个本身 对吧 假如我这里写一个啊 写个这么一个类 这里写一个 那其实他就是个进来方 实际上我们这个单列模式了 那么第一次调用这个getinstance的方法的时候 他不是我们这个类的本实力 对吧 那么他就会创建一个保存到这个进来变量中 然后第二次访问的时候 哎 他判断他已经是我们这个类的这个类型了 那么他就直接去返回我们这个进来的这个成员属性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 他就不再创建我们这个对象了 对不对 他就直接返回我们这个实力的这个引用了 好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一个db操作的单单列模式这么一个例子 好吧 我们看代码 好 这还是我们的这个上一刻的啊 来我们看这个类 首先在这个类里面 他有这么几个 几个方法 你看 我们有instance 对吧 我们有个 构造行 构造方法 自由化 对吧 虽然在这个构造方法内 我们有连数据库 有设置数据库的这个编码 对吧 然后 科隆方法 自由化 然后我们请接着提供了一个自由化的这么一个 查询 也就是保证下次 在调用这个get instance的时候 我们不会再创建这个new的对象 那我们不会创建这个dbclass这个对象的话 他就不会再重新去连我们这个数据库了 对吧 因为我们只有在构造函数的方法里面 我们连了数据库 好 这样操作完之后 那简洁的我们就可以调用他的一些查询操作 其他的 对吧 查询 保存 更新 删除 是吧 那这样的话 其实他每次 调用的时候 你看 他只要在一次调用get instance之后 他就可以直接操作了 是吧 如果我们下次调用的时候 他其实还是那个数据库列界 他已经保存了 所以 我们就不用担心 他会 我们调用多次这个get instance的方法的时候 我们不用担心 他的数据库列界会创建多次 好 具体这些实例的话 我就不再运行了 好吧 因为主要是我们这个核心部分 我们要注意一下 有一个近代的层面变量 然后构造方法跟克隆方法式有化 然后再有一个 这里 这不是private 这是public 提供一个公外面访问的近代方法 对吧 用来返回这个对这个对象实例这么一个引用的这个 近代 近代变量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单立模式 好 这一刻我们就到这里了 好 好 感谢观看